今天稍稍喘口气 因为没有这么的冷 这是受到强烈冷气团 稍微减弱的影响 但是提醒您入月之后 另一波来袭 而周五晚间寒流接力报道 到时候中部以北低温 不排除下探6度 一个星期六 一直到下星期二之间 在这四天 它的强度会达到寒流的等级 周六到下周二之间 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 都会区最低温大约7到8度 那沿海空旷地区下探6度附近 不然东半部可能还是会断断续续下一些雨 但是中南部地区会从原来比较湿冷的状况 逐渐转成以多云为主 偶尔甚至可以看到阳光的这种天气形态 那在下雪状况方面 其实未来一周在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是都有可能降雪 今天一整天还是湿湿冷冷 受到华南云雨区持续东移影响 今天中部以北 宜兰和花莲降雨几率还是偏高 而刚刚气象局预报员所说的 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有可能降雪 其实因封面水气多的北部低海拔 一千公尺山区 只要水气条件足够 也有机会下雪 气温下滑加上湿度高 农作物也跟着遭殃 像是番茄容易受到俗称的黑骨病 也就是腕疫病的影响 严重可能导致整片肺原 满原子的小番茄已经解释累累 但是随着天气温度一路溜滑梯 让看天吃饭的农民很担心 冬季盛产的番茄 更容易得到农民俗称的黑骨病 也就是腕疫病 若是放任不处理 可能整片心血会复制一具 腕疫病的这个 他比较喜欢的一个环境 就是气温下降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有连绵的细雨 那甚至如果强降雨的话 他可以加速他的传播 所以只要按就是照药剂的使用方法 稀释倍数以及遵守安全采收期的部分 那基本上的话 合理的用药 其实大家都消费者不用太过于担心 腕疫病不会影响人类 民众只要将买来的番茄 用清水加以清理 就可以避免农药的担忧 达在新闻杨队梁洪志 一次因为过弯不慎整辆翻覆 一次有化学物质外泄 消防人员紧急封锁现场 整辆槽车就倒在路旁 当消防人员抵达时也马上布水线警戒 并全面撤离 不过经过水线长时间的喷洒 已经大量降低现场的化学物质外泄浓度 并且在稍早的11点开放单线通行 而乔车驾驶也只有受到轻伤 不过有三人受到了轻微呛伤 已经送往医院观察 提到交通方面防治空污 现在交通部寄出了新措施 延绎未来取消一二起柴油车 国道20公里的优惠 但是目前来看还没有时间表 空污问题近年来日益严重 根据环保署的调查 其实PM2.5来源比例最高的是 汽机车的排放 面对移动空污 交通部是拿出新对策 未来预计要取消 旧型柴油车上国道的20公里优惠 对环保是会有帮助 但是我们现在既有的车子怎么办 还是要有一段时间让我们有缓冲 你要取消应该也要考虑到大众的需求 取消优惠的柴油车会以1993年6月30号 以前出厂的一骑车 和同年7月后到1999年6月30号前 出厂的二骑车为主 中央也制定补助方案 希望能加速开换 交通部和环保署跨部会合作 统整大数据资料 可能会采用侦测车牌科技执法 但交通部强调不会禁止上路 只是取消优惠 目前配套措施也都还在讨论中 新制实施前会做完善规划 大爱新闻黄一杰科兴志台北报道 解决中低收入户的租问题 内政部修正施行的住宅法 新增包租代管方式提供社会住宅 而六个直辖市政府已经陆续委托16家民间业者 提供专业租赁媒合经营管理 至于房东其实会享有多种的优惠措施 空屋率居高不下 为了有效利用民间住宅资源 内政部推动包租代管专案 转化成社会住宅模式 加入的房东享有赋税减免 以及每年一万元带来修缠补助 若是民众已有租金优惠方案 同步解决繁杂的租手续 鼓励专业代管和包租服务 出租房东如果月租金 每物在6000元以下免缴纳综合所得税 6000到2万元更有53% 必要耗损费用的扣除额 种种优惠方案 希望能降低空屋率 还有让高达近三层的五颗蝸牛 能有个安身之处 大一新闻消息解物不熊 台北报道 而这个也要看仔细 农历春节出游潮 消息会针对春节国内旅游 进行旅速调查 15家业者当中 只有两家业者完全符合规范 甚至还有业者使用的是 14年前的契约范本 至于春节期间的退费规定 多数都比定型化契约还要来的严苛 这会损害消费者权益 调查的一个依据是 国内旅游定型化契约 因记载公布的 记载事项的第13条 也就是说当旅客 任意解除契约的一个赔偿规定 那根据这一次的调查当中 我们发觉到说 15家业者里面只有两家业者 两家业者是完全符合 大概其中有八家业者 它的一个规范 基本上都跟我们现行的 国内旅游的定型化契约 记载公布的记载事项 是不相符合 消息会表示 旅行业者使用的定型化契约 不应该因为春节或其他假期 而有不同规定 消费者在付费之前 应该了解契约内容 旅游品质不应该因为国内 国外而有不同的标准 民众最好多加比较 详细阅读契约规范 以免造成权益损失 家族世代种槟榔 13岁就开始吃 无疾代一直以为 自己的人生就是槟榔了 不止批发他也卖 人人喊他一声大姐头 不过这是过去的无疾代 他早已经是一名慈悸志工 转变如此大 九二一地震是原因 这片以前都弄了 这都是我错了 放弃三甲豆的槟榔园 放掉赚钱的机会 无疾代不后悔 他感恩此季 在九二一那年的帮助 让受灾的他有了全新的人生 动得缩小自己 说话声色柔和 跟从前判若两人 无疾代说家传槟榔事业 他13岁就会吃槟榔 也有喝酒习惯 改掉所有恶习脱胎换骨 人生从头再来 无疾代真正发挥了生命价值 大一新闻 而当年九二一地震 也影响他温木增 退休之后 他投入投资主题乐园 因为地震血本无归 但他看到了此季 也转练而投入 他们的故事都在今天的 正言上人行脚南投 岁莫祝福 岁莫祝福南投联络处 用竹山的竹子 精心布置了一个莲花竹筒 清静了莲花 转动我们的巴士 成就佛的四字 正言上人头下竹筒 肯定大家的用心 南投联络处 岁莫祝福 慈禧家人齐聚 人品典范温木增 来自埔里 修剪树枝 晒干堆叠当柴火用 84岁的温木增 用心维护埔里联络处 一草一木 年轻时是林务局员工 退休投资主题施乐园 因为921地震资金化为乌有 乌木增转念走入此际 人品典范还有这位 志工吴吉黛 种槟榔吃槟榔三十多年 也是在921地震后 踏入此际 来到南投 正前向人回顾921地震以来 慈禧人的付出 并以此勉励大家 看到南投 慈禧之功的用心 正眼上人鼓励大家 要更精进文法 行菩萨道 大爱新闻张桂端 欧阳光辉南投报道 推动蔬食有怨有力 新竹福岩金社 与慈禧志工新手 由烹调专长的常定法师 与志工眼里菜色 准备了近7000份便当 提供给街友及民众 一个便当也是一份法源 福岩金社除了信徒学生 送进内修 也对外弘扬佛法 热闹的厨房大锅炒菜 制作爱心便当 要送给街友及需要的人 爱心便当啊 我爱啊 都可以影响他们的生命 那个是一个重点 他们有机会来接触佛法 听闻佛法 我们透过一餐的素食 可以第一个少的杀生液 再来可以让环境更圆满 让来打便当的人 都能够起这个山念 常定法师本身有素食烹调的专长 与职工研究拧定菜色 一个早上准备近700份便当 凝聚附近各寺庙 及慈祭共上百位职工 同里合作 让不常吃素食的人觉得说 吃到这便当原来素食那么好吃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善缘 新竹市寺庙周围 平常就聚集大批街友 发放这天还有智能障碍 贫富别家 顶着寒风大门潮笼 热腾腾的素便当 暖身心 带新闻知识美之工 彭惠美黄敏祥 许佩琴新竹报道 想想看年纪大 老人家却以车为家 八个月身体怎么受得了 原来这位66岁翁老伯 选择离家住安老院 不久就中风 但他不适应安老院的生活 宁可住在车子里 谁能做他的依靠 66岁的欧顺天离家后 曾窝居车内八个月 一直到三个月前 才有落脚处 老人家住在 住在两三个月以后 我不要住了 我说我要回去 我出来住房 没关系的 这样住在过后 你住在哪里 睡觉车里边 他朋友也帮忙 他介绍找到安弟这边 然后他也愿意住下来 就看到他 不用再睡在车里面 这么辛苦了 睡在车里面 下雨天他怎么办 我刚刚也听他讲 他冲凉跑去 那些说冰山都冲凉多 在这之前 翁顺天曾住过安老院 但不适应 中风后 此界志工关怀 提供房租 及生活费的补助 住安老院 然后不习惯又出来 又睡在车 就是一个老人家 他经过这个过程 必然他心里 就会有一点 埋怨 就在遇佛的时候 我就讲 倒不如我做你一天的儿子 我就帮他遇佛 所以他就很感动 他讲 志工的不离不弃 翁顺天逐渐打开新房 还愿意翻转手心 全部雇佣也是要捐 捐 自己省一餐也要借钱 嗯 对 刺激人成为翁顺天 依靠的家园 让他不再孤单 带一新闻王志益 罗国聪 马来下报道 冰天雪地中 这任务使命必达 在大陆苏北四洋 此季冬令发放 遇到了大雪考验 零下六度低温 江苏四洋一片冰天雪地 每个人帽子衣服 都被白雪覆盖 顶着大风雪 此季志工展开发放 大家先暖暖身 围个大圈圈跳跳舞 志工细心地 帮乡亲奶奶 拍掉帽子上的积雪 紧紧抱着奶奶 乡亲心里的苦 全都说给志工听 祝你新年快乐 祝你新年快乐 你要快乐 就算自己在家里 快快乐了 也没长命 当地妇联干部 谢维的儿子 六岁的谢宇恒 也当起小志工 我今天能参加 我感到很高兴 高兴在我看见 每一个小朋友和家长都在笑 我来到我们 爸爸冷 爸爸空来 对我们极大的照顾 极大的帮助 我们一定要感谢你们 不冷了 心是满的 因为看到乡亲们 虽然他们 我们需要来关怀他们 但是他们的脸 那种快乐跟满足的感觉 那我的心也是跟着冷的 虽然脸和鼻子都冻得红透透 但是一股暖流蔓延开来 大新闻 珍善美志工江苏报道 也是处处暖流 高雄医学大学 65岁后一系学生到 偏乡做志工陪伴小朋友 还把所学的预防医疗 带入社区 并没闻容易在哪边产染 这问题对幼儿园的孩子来说 难不难呢 看看他们的反应 认识并没闻 还有好多的疾病防范知识 这群来自高一大的哥哥姐姐 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社区我们的年龄非常的极端 不是非常老的老人 就是非常小的小朋友 那当然我们就必须要做 非常多的调整 走入社区就必须要用到闽南语 甚至是客家语 那这些对我们其实都是满大的挑战 特别请教小儿科医师如何引导孩子 在努力的讲台语关怀附近老长辈做伪教 有别一般志工团 这一群后一系学生 要把课堂上的知识 带入社区 我们去灌输这粒种子 一个不预防医学的一些观念 种子变一棵树到一整片森林 那这个社区 它的整个预防医疗观念 就会整个建立起来 9号 保护阿嬷 然后就是不要让他们 就是一些失智的问题 你学到什么 营养菌营 势力保健的知识 是怎么生出来的 教你们怎么生出来的 酸蜜导致源 从势力保健均衡饮食 甚至是性贫教育 生命从哪里来 两天的课程 小学生们的收获满满 舍不得下课 而大学生志工 放假不空过 把所学发挥更加充实 大约新闻 朱龙肖宏屏东报导 天性冷 电暖器使用率就高 在台中发生一起 电暖器疑似自然的意外 造成一家五口 四人呛伤 天花板墙壁地板都被熏黑 整台机器几乎烧毁 疑似电暖器自然酿成意外 开启不到三小时 起火燃烧 陈先生的太太和 就读国小的三名子女 吸入性呛伤送医 十岁的大儿子最严重 家户病房住了十多天 还插管治疗 小儿子和女儿一度住进家户病房 幸好治疗后好转 寒流来袭 气温一路下滑 使用电暖器保暖的人 要多留意 专家提醒 避免用盐长线 最好使用专一插座 而家中配线也需定期找人检查 安全多一层保障 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国际焦点 美国总统川普就任一周年 首度国情资文 他说了什么 全球都关注 2017年 美国经历许多天灾 川普表示灾难更彰显的是 人性之美 特别感谢救难人员 水深火热 冒着生命危险的付出 总是不免俗的要重申 让美国再次伟大 川普也宣扬就任期间 失业率创下五年来新低 减碎方案造就企业竞争力 更呼吁朝野共同努力 改善美国基础建设 也说会降低处方签药物费用 让病重的人买得起药物 另外提到美国军队必须 重新建立核武军力 川普向全美国人喊话 只要努力就能实现梦想 而且将一起成为一个团队 一个族群以及一个美国大家庭 生活在同一个体制下 提到梦想 有一群人更迫切需要 稍早民主党议员带队 在川普发表演说之前 重申他们的诉求 播客口中的美国梦 就是2月8号即将到期的追梦人计划 川普则提到计划在12年内 让那些随着非法移民父母 来到美国的孩子获得公民身份 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 对于美国在海外面临的威胁 以及与中国大陆 俄罗斯和北朝鲜之间的斡旋 川普要求国会给予美军完整预算 以维护安全 虽然计划重建核武军力 但他希望永远不会用到 也希望未来有一天 所有国家都能消灭核武 大家新闻黄静廷编译 而这个问题需要欧洲国家共同努力 欧洲因为空污的问题所引发的疾病 一年造成40万人早逝 欧盟强硬喊话要求成员国改善 橘黄色的太阳躲在阵阵浓烟后面 显示空气污染是多么严重 欧洲联盟周二召集英国 法国及德国等九个国家的环境部长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 并警告空污严重的国家 如果继续藐视欧盟的空气污染标准 就要采取法律行动 欧盟主管环境事务执委维拉说 2005年和2010年两个时间点 是达到欧盟空污标准的最后期限 早就过了很久 周二是最后机会 要求成员国提出使空气品质 符合标准的解决方案 欧盟执委会表示 欧洲空气品质会这么糟 是因为汽车 工厂及农业排放大量废弃 二十八个成员国当中 超过二十国污染排放 超出空气品质标准 影响一百三十多个欧洲城市居民 引发其他呼吸疾病 每年有四十万欧洲人因此找事 德国首都柏林 就是空污严重的城市之一 不但传出汽车集团 使用猴子与人类进行健康实验的丑闻 引发争议 当地粒状污染物PM10 每立方公尺平均含量二十四维克 比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还高 再不改善可能要面临一天数千欧元的罚款 维拉强调 这次会议不只为了支持欧盟改善环境而开 更是为了五亿人民的健康 所有成员国必须采取行动 致力解决威胁生命的空污问题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回为一个半世纪 超级蓝色血月将在台湾时间 今天晚间七点四十八分登场 三合一包括了红色月全石 蓝月和超级满月 但是中部以北 云量人多恐怕只有高频地区的民众 能碰碰运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场爱的拍卖会 加拿大摇滚歌手尼尔扬 拍卖250台火车模型 都是由美国知名玩具商所制造的 所以最后一块来看看 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一台 也赶紧收看这一节大爱五间新闻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